她叫佳佳,是个十足的拜金女,凭借着美色,攀上了有家世的富豪男友,好不容易还上运,想接机上位,不想却被对方打入冷宫。 在国内,没有实质的婚姻关系,是没法开准身证的。 为了让孩子出生后有个户口,佳佳决心独自去美国的月子中心生孩子。 可体打美国谢雅图后,月子中心派来的司机却姗姗来迟,这一路够糟心的了。 佳佳现在着实是火大,对着司机就是一顿痛骂,好在司机也是中国同胞叫好智,是个没脾气的老好人,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 老老实实地将佳佳带到了月子中心,可没想到准备入住的月子中心涉嫌违法,被警方抄了。 没办法,好智只好将这位大小姐带到了自己熟悉的另一间月子中心。 这间月子中心面积不大,除佳佳外还住了两个孕妇,房东是台湾女人。 刚一住进去,佳佳就横挑眉貌竖挑眼的,一会儿要住套房,一会儿要吃这吃那,总觉得自个儿有钱就是老大。 住了没几天,佳佳又因为琐事和同住的另一个孕妇吵起架来,因为不受待见,父后男友还总是不接电话,佳佳在这里倍感孤独。 几天后,司机好智负责带佳佳去看妇产科医生,看医生之前要填表,佳佳英文不咋地,干脆让好智帮自己填。 好智也没有一句怨言,为了排遣郁闷的心情,佳佳又拉着好智去夜店,又是喝酒又是蹦迪的,也不怕伤着孩子。 最后还故意拍了和好智的合照,就想让富豪男友吃醋。 好智却拿少喝些,佳佳却借着酒意说出了心里话,要是没点难言之隐,谁会不养万里来美国生孩子。 他这个当妈的没法得到敏分,但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也没个户口,好智只是默默听着佳佳诉苦。 完了,还一路照顾最久的佳佳,将她送回了月子中心。 一日,男友终于联系了佳佳,还承诺圣诞节会来美国看她。 为了迎接男友,佳佳开始了血拼,刷着男友的信用卡,各种买买买。 好不容易等到圣诞节了,可佳佳左判右判,最后等来的却不是男友,而是男友送来的一只包包和一张道歉的纸条。 佳佳倍感失落,她那些昂贵的奢侈品包包都堆满屋了,可这根本不是她真正想要的。 沮丧之下,佳佳不知不觉间居然来到了好智家门口,好智也一个人在家。 既然同病相连,佳佳便大大咧咧起来。 她以前是个美食编辑,非要给好智露一手,给她做了顿番茄炒鸡蛋。 好智耐心地给佳佳系上围裙,拉出头发。 这还是佳佳来美国后第一次感受到的温暖。 聊天中佳佳才知道,好智以前是国内某家大医院的外科医生。 佳佳不太明白,一个好端端的医生怎么跑到美国坐起了司机。 说起往事,好智有些伤感,她的过去都和家庭有关。 原来,好智的妻子是医药公司的高层,个性强势赚钱颇多。 相比之下,好智不仅个性温吞,不懂浪漫。 赚钱也没妻子多,妻子嫌弃这样的丈夫,于是两人便离了婚。 离婚后,妻子带着女儿移民美国,可女儿正在叛逆期不好管教。 为此好智,干脆辞职跟着一起来了美国。 可在异国他乡,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妻子混得风生水起,可好智却要重新考取行李执照。 为此,目前只能做司机糊口。 提起钱,佳佳扯出了一丝苦笑。 他有一张不限额度,怎么刷都刷不完的信用卡。 有许多名牌包包,他看上去什么都有了,可怎么还是不快乐呢? 回言,好智拿那个尼素小人送给了佳佳,还祝他圣诞快乐。 这还是佳佳来美国后收到的第一份祝福,他有些感动。 这时,好智的电话响了,是妻子打来的,说女儿犯了哮喘。 好智赶紧去见女儿,佳佳也跟了过去,到了地方后才知道,女儿根本没事,只是不想跟母亲待在一起才说得谎。 佳佳打算独自去住酒店,他订了顶楼的总统套房,原本是要和男友一起过圣诞的。 忽然间,天空中绽放了绚烂的烟火,那是幸福的人们在庆祝节日。 佳佳于是拉着好智和他女儿一起去了顶楼套房,在那里,三个人一起欣赏烟火,晚上一起舞蹈,一起唱圣诞歌,仿佛美满的一家三口。 圣诞夜过后,佳佳和好智妇女的关系更近了。 一天,月子中心一个常和佳佳闹矛的孕妇忽然临盆,佳佳也顾不得那些恩怨了,赶紧帮忙拦车送孕妇去了医院,路上还不小心跑丢了鞋子。 将孕妇送进厂房后,佳佳肚子里的孩子似乎也有了动静。 前来帮忙的好智告诉她,那是孩子在做躯盖运动,她耐心地教佳佳跟宝宝说话,还将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佳佳传。 好智的细心和温柔让佳佳倍感温暖,一次次的温暖让佳佳渐渐改变。 她主动将自己在月子中心的大房间让给了孩子住,和她有矛盾的孕妇也开始帮她学英文。 佳佳肚子里的孩子也在健康发育,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改变。 一天,好智独自去了纽约,听说是要去考医生执照。 好智的女儿落了单,佳佳便带她去了市中心崩玩,还顺道看了好莱坞的电影《西雅图叶未眠》。 这是佳佳最喜欢的电影,里面所描述的正是她所幻想中的爱情。 如果能在情人节那天,在纽约的帝国大厦楼顶遇见自己心爱的人,那该多浪漫啊。 反正纽约近在眼前,佳佳索性又带着好智的女儿去了纽约玩。 可到了纽约后,佳佳要去帝国大厦,女儿要去别的地儿。 女儿没谈拢,女儿顽皮直接报了警。 结果帝国大厦没逛城,佳佳还反被警察给抓了。 到了警局,佳佳想解释,可又不会英文,女儿还故意胡乱翻译一通。 庆幸的是,好智及时赶到,可事情有点麻烦。 警方要查佳佳的签证,可佳佳办的是旅游签证。 一旦被查出,她来美国是为了生孩子,是要被遣返回国的。 没辙了,好智只好和佳佳商量好口供,谎称她是自己女友。 在警方面前,各自扯起了谎。 好智说自己离婚后,爱上了佳佳,还和她有了个孩子。 佳佳说自己一直憧憬着像好智这样的男人, 她或许买不起游艇和法餐, 但会每天跑几条街给自己买豆浆油条。 此时的两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假话中藏着他们尚未发觉的真情。 靠着这些感人肺腑的假话,连人顺利蒙混了警察。 可到了晚上,佳佳又发现自己的信用卡被停了, 连预订好的酒店都住不了了。 好智再次出手相帮,带她去了家评价宾馆。 佳佳试图联系男友,可男友却仿佛失踪了。 佳佳担心男友出事,于是来找好智求安慰。 为了让佳佳安心,好智用发簪来了招许弄绝, 最后确定男友没事,佳佳这才安心。 一日,男友的妻子来了电话,原来男友翻诈骗罪入狱了, 家里的家产也全都被查抄了。 妻子警告佳佳最好别回国来,否则他会死得很惨。 对佳佳而言,男友不仅是他孩子的爸, 还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现在唯一的依靠倒了。 为了生活,佳佳干脆摆起了小摊, 打算卖掉男友给自己买的衣服鞋包。 而好智一直在旁帮忙。 好智问佳佳以后打算怎么办? 佳佳说他要把孩子生下来,要让大家都看看, 他不是个只认钱的女人。 再说,如果男友真的十年八年出不来, 他也好歹给他留了个念想。 文言,好智轻轻说了句加油。 他没什么能帮到佳佳的,只希望他往后一切顺利。 在好智的影响下,佳佳的心愈发柔软, 月子忠心同住的孕妇要搬走了, 佳佳送了他自己珍藏的包, 同伴还了他一个拥抱, 叮嘱他钱多钱少无所谓, 但一定要找个知冷知热的男人。 恰好这时候房东的女儿怀孕了, 房东无法再继续照顾佳佳这些孕妇, 便将他托付给了好智照顾。 好智还是老样子,没有一句怨言, 佳佳也常常给好智和他女儿下厨, 可是一天,他发现好智情绪不对。 细闻之下才知道, 好智和妻子离婚了, 现在妻子又要和别的男人结婚了, 还让好智这个前夫帮自己取婚纱。 佳佳顿时不爽了, 硬是跟着好智去了婚纱店, 可到了婚纱店,佳佳就把不住了, 还非要试穿婚纱, 好智只能遵命陪同, 尽管戴着肚子, 可穿上婚纱的佳佳显得美极了。 好智一时间都挪不开眼, 店主以为佳佳和好智是夫妻, 还给两人拍了张合照, 佳佳没有否认, 照片上的他已在好智的肩头, 笑得是那样的幸福。 晚上好智告诉佳佳, 自己打算参加前妻的婚礼, 还拜托佳佳帮自己选衣服。 佳佳文言是各种替好智抱不平,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这是真理, 好智就是人太好了, 所以才会被妻子欺负, 那女人都把她给甩了, 她还打算去送祝福, 什么心态? 现在倒好, 离婚后连女儿都跟了妈, 她这个当丈夫当爸的, 到头来什么都没捞着。 对此, 好智却有自己的看法, 妻子比她挣钱多, 女儿长大后总是要名牌包包的, 这些她这个当爸的怕是给不起。 佳佳又说了, 什么名牌包包, 那都是没钱没心的东西, 女人真正需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些, 好智也不辩解, 也不争论, 看她这副模样, 佳佳就愈发提得心疼。 一日, 好智去参加妻子的婚礼, 佳佳送了她一枚领带结, 那是她原本要送给男友的。 看着妻子和现在的丈夫甜蜜, 好智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没成想, 佳佳忽然跑来搂着好智, 还穿着上次在婚纱店乡中的婚纱。 为了帮好智挣回面子, 佳佳装成是她的女朋友, 在前妻面前各种秀恩爱, 各种夸好智。 好智没有否认, 两人还来了段爱情的华尔兹, 佳佳搂着好智, 像是在搂着亲密的爱人。 忽然, 佳佳意外晕倒, 好智着急坏了, 急忙开车送医。 被送进产房前, 佳佳握住了好智的手, 叮嘱她一定要再去做医生, 因为她当医生的模样实在太帅了。 好智答应了, 庆幸的是生产很顺利, 孩子很健康。 因为任高正, 佳佳昏迷了整整三天, 而这三天三夜, 好智都一直守在病床前, 佳佳无比动容, 她所期盼的浪漫爱情不过如此。 出院后, 好智继续照顾佳佳, 而前妻也担任好智做女儿的监护人。 从此, 佳佳便和好智妇女俩生活在了一起, 那些平凡却又幸福的画面, 让他们看上去就像一个真正的四口之家。 直到一天, 一辆车忽然停在了月子中心的门口, 那是佳佳的富豪男友派车来接她回国。 男友的案子了结了, 家产恢复了, 还跟妻子离了婚, 原本这是佳佳最期盼的, 可现在她却无法高兴起来。 离别前, 佳佳忍不住泛了泪光, 而好智也眼眶泛红。 相处这些天, 有些话虽然没说, 可彼此之间却都懂得。 佳佳这一回去, 以后怕是再也不会见到了。 好智沉默地望着渐行渐远的车, 这些天和佳佳相处的点滴一幕幕浮现, 回忆中全是笑容和幸福, 她好希望佳佳能留下来。 佳佳又何尝不想, 在她看来, 好智不够帅, 也没那么能挣钱, 可却是全天下最好的男人。 可是无奈, 相遇的终点注定是分离。 佳佳回了国, 富豪男友给了她最好的生活环境, 奢侈品, 豪宅, 豪车, 佳佳似乎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可她的脸上却赞美了笑容, 难以毛衣应酬, 很少回家, 这些冷冰冰的奢侈品, 对佳佳而言, 已经没有了丝毫意义, 她常常幻想, 能见到好智, 可一回头, 却只有一场空。 两年后, 佳佳决心和男友分手, 为了富豪男友的经济支柱, 佳佳开始学习独立, 她做了美食博主, 一边照顾两岁大的儿子, 一边努力工作, 尽管很辛苦, 可自己挣来的钱, 每一分都花得踏实。 而在美国西雅图, 好智成功考取了医生执照, 重返医院, 成了一名外科医生。 那天, 好智带着女儿去了纽约的帝国大厦, 那是佳佳最喜欢的地方。 两年了, 女儿很想念佳佳, 好智更是如此, 可她又劝自己, 不能打扰佳佳的生活。 在这里, 妇女俩拍了张合照, 发到了社交平台, 他们没想到, 此时佳佳也正在帝国大厦, 看到图片的佳佳开心极了, 她给好智回了消息, 好智转身走入人群, 她疯狂地寻找着 那个自己从未放下的女人。 终于, 在帝国大厦的顶楼, 这对惺惺相惜的男女重逢了。 纽约的天空正在下雨, 两人不约而同地 想起了他们的初次相遇, 那天的西雅图也下着雨。 某某细雨中, 好智牵起了佳佳的手, 佳佳依偎在好智的肩头, 她梦想中的爱情终于实现了。 以前有人说, 宁愿坐在宝马里哭, 也不愿坐在单车上笑。 这话的价值观正确与否, 我们不予置评, 但至少它反映了很多女人的现实诉求, 要水晶鞋, 要王子, 还有浪漫爱情。 其实吧, 这些都无可厚非, 的确, 人这辈子有很多梦想, 很多诉求, 包括对钱的。 可是吧, 有时候经历的多了, 我们会渐渐明白, 真正的独立是自我的强大, 真正的爱情是平凡而热切的, 真正对你好的人, 一定愿意抛好几条街, 会里买豆浆油条。 这种电影中好智说的, 钱这玩意儿能买到法餐, 游艇, 也能买到豆浆油条, 关键就在你怎么看了? 人这辈子说短不短, 说长不长, 如果能抓住真正戳我们心的东西, 也会长不美。 如果可以, 祝所有女孩都能找到 那个愿意穿越时间和人海牵你手的人。